大家好,我是贺杰 之前有位应届毕业生同事 大家都叫他小鸡 他说他大四就拿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试用期开始后不久 小鸡发现公司里许多同事下班后还有上课学习 他打听后发现 其中有不少人在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 小鸡因为想增进同事之间的感情 于是便热心的辅导他们 大家对小鸡这个免费的好老师赞不绝口 但有几个大龄的同事基础实在太差 小鸡讲了半天对方还是一头雾水 时间久了小鸡也就逐渐的对这几位老同志失去耐心了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请教问题的老同志发料下牢骚说 这部分我都给你讲了好几遍了 你到底让我讲几遍才懂啊 结果这位同事当场就火了 和他大吵起来 大家都指责小鸡 小鸡委屈至极 一怒之下便辞了职 有时候好心就是没好报的 乐于助人是好事 但是别急躁 要注意方法 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会有许多帮助同事的机会 因为刚从学校出来 大多知识扎实思维敏捷嘛 但是在帮人之前一定要先问一问自己 除了一时的热情外 还有没有持久的耐心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你就不应该大包大揽 一旦决定了帮助别人 就该多一些耐心和宽容 切记粗暴急躁 小鸡显然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才落了个好心没好报的下场 大家说是不是 请在弹幕发表自己的看法 所以说 适用其千万不要盲目的展现自己 刚进入一家公司 向领导和同事 展示自己的优点 这没错 给人留下好印象嘛 但是往往一些职场新人 在表现自己的时候 没有注意方法 结果适得其法 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要知道 职场与校园有着本质的不同 学生时代理所当然的做法 在职场这个特定的环境下 却要三思而行 用之不当 轻则会引起他人误解 重则会影响自己的去留 另外 以前你作为学生 谦虚好学无疑是优秀的品质 但是工作单位不比学校 单位是工作的场所 以应用知识为主 获取利润为主 作为一名新员工 新社畜 如果整天把请教挂在嘴边 难免会被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足 谦虚本是好事 可在需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过分谦虚 只会惹人轻视 为工作平天阻力 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但在没有遇到真正有水平的老师之前 最好自学 记得还有个朋友 大家都叫他阿黄 很有特点 阿黄师范本科毕业后 因种种原因来到一所小学任教 试用期三个月 同时闲聊 当别人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怎么来这里教书了 什么的 他总是实话实说 把自己到这里的来龙去脉 讲上一遍 一次 一位老师问他 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他报完了校民 习惯性地继续往下说 我本来能到中学教书的 但是话还没说完 这位老师便打断他 那你来小学干嘛 多委屈你啊 一句话说的阿黄满脸通红 过后才醒悟 他和我说 这所小学整体师资薄弱 很多老教师的学历还没有达标 而损他的那位老教师 正是初中学历 阿黄作为一名本科生 本就容易遭人嫉妒 跟人排挤 讲的那些话 又仿佛在抱怨自己大才小用 难怪人家不痛快 从那以后 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教师 都对阿黄不理不睬 让郁闷至极的他 几次产生了 在试用期走人的念头 实话实说 是诚实的表现 是值得称赞的美德 但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 往往对新单位 各方面都不深了解 要知道同事们性格各异 情况也千差万别 如果什么都直言不会 很容易令人反感 如果恰好说中别人的痛处 更可能引发争执 因此在诚实的基础上 他要多注意避讳 如果阿黄在谈话中稍加注意 就不会发生这种不愉快了 你说是吧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接着往下看 处在试用期的职场新人 往往渴望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努力 赢得领导的赞许 获得升职加薪 这种想法可以理解 但如果所作所为不得体 就会适得其反 如果搞不清自己的定位 干涉本不属于自己的业务 就会越主带跑 所以 刚毕业的新人要注意 在工作中要掌握分寸 首要的是 做好属于自己的工作 如果有工作的愿望 可以向领导反应 万不可自作主张 越过自己的工作权限办事 看 适用期里的禁忌还真不少 大学毕业生 在力争给用人单位 留下好印象的同时 也要多加注意 你说对吗 记得关注 点赞 收藏 以后迟早会用到的 刚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刚刚进入职场 工作经验 及为人处事方面的经验 都很匮乏 也很难将自己定好位 难免会犯一些 不大不小的错误 职场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只有在社会的大熔炉里 慢慢锤炼自己 扎扎实实 走好每一步 并积极地向职场前辈 学习经验 才能在工作中 越做越好 我是贺杰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用 记得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